讲案件故事 看众生万象 长平之战 是我过古代战争史上 非常著名的一次战争 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 此次战争过去已经两千多年了 但是白起坑杀造足四十万 令人触目惊心的杀戮 仍然倾透着萧瑟的战争气氛 让人回顾起来 依然不寒而栗 战国晚期 齐楚韩威赵燕六国相距走向衰弱 强大的秦国雄心勃勃 开始实施统一六国的计划 公元前266年 秦相幻居提出了远交进攻的战略思想 前262年农历四月 王和向长平的赵国军队发动进攻 赵孝成王命令连坡迎战 连坡率军对秦军展开进攻 赵军数战不利 赵国的主将连坡决定依托有力帝行 命令士兵固守英雷 以意代劳 疲惫清军 任凭清军屡次挑战 赵兵都坚守不出 按兵不动 赵孝成王对女连坡兼臂不出 颇为不满 青将白起又趁机时反兼计 使赵孝成王撤换了战争经验丰富的 赵国名将连坡 而启用了善于纸上谈兵 没有实战经验的赵国名将 赵舍的儿子赵阔 赵阔到任后 根据实际情况 更换部队将领 又一改连坡的作战方针 在长平一带 双方摆开了决战的架势 赵阔主动出兵进攻秦军 青昭王便暗地里调武安军 白起为上将军 在赵阔出兵进攻秦国军队的时候 白起命令秦军洋装百退 赵阔就命令赵国的军队乘胜追击 一直追到秦军的营垒 但是赵国的军队无法攻破秦军 用两年时间加固的营垒 白起命令一支两万五千人的部队 突袭到赵军出击部队的后方 截断赵军的后路 又命一支五千人的骑兵部队 插入赵军与营垒之间 将赵军主力割成两支孤立的部队 同时切断赵军的两道 再派出青庄精兵 向赵军发起多次攻击 赵军屡战不力 只好建造壁垒 转为防御以待救援 农历九月 赵军主力已断粮四十六天 赵阔亲率精锐部队突围 结果被秦军乱箭射死 赵国军队因五五主将指挥 四十万士兵向秦将白起掏墙 于是白起用欺骗的手段 命令秦国军队将赵国降兵 全部坑杀在长平一带 尸骨遍野 头颅称山 血流成河 成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 最为残酷的杀害战俘的一次战役 此次战争 秦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为以后统一六国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此次战争对于研究 战国晚期各国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的变革兴衰 以及秦统一中国等著方面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有关于另一位充足的主要 将军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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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 了后十分之十分之一